他是随着照着他的提示来进行 李生们依据手册提示 来到慈慧堂独有的太岁平安卡 寻找正确的学伴 另一驻李生则是到地方美食聚集地领口街 一家一家完成小吃任务 以串联解出致迷 这是台北市信义区公所举办的成年礼活动 有别于传统古理做法 信义区公所方面发挥创意 设计实境解谜游戏竞赛 减法训练营 让李生在有趣又有挑战性的游戏过程中 学习团队合作一起找出答案 走出户外强健身心 更能了解居住社区的文化特色 因为以前我们只要想到成年礼 大家想到的大概就是很传统的古理 那这几年其实随时实在在改变 我们也发现青年朋友用传统的东西 吸引不太到大家来参加 所以我们同仁大家就一起脑力激荡 想说我们想要来设计一个 跟过去与众不同的 就用实境解谜 因为现在也很夯嘛 那再来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游戏里面 一方面促进他们团队的合作 二方面呢就是也让大家藉由这个游戏 可以更了解我们的这个信义区的一些文史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减法训练营 我们设计的场域就是我们福德次分区 有几个很重要的信义区 一些地标包括像我们的当地的宗教信仰中心 奉天宫慈慧堂 还有我们有一些老店 还有我们的林口街那边的一些 这个商家我们也都把它并进来 让大家在这个解谜的过程当中 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信义区 这样特别的成年礼活动也获得 李胜和家长的肯定 直说好玩又有意义 跟我想象就是可能之前就会带花冠 然后走成年礼的那个布嘛 然后或者是小酌一口酒之类的 对那现在参加这个的话 就是可以跟不同的 一样跟我们同一个年纪的一起 闯关完成活动 然后也可以增加自己的人际关系嘛 然后独立完成活动这样子 还不错好玩对 这是用游戏的方式去让孩子 可能去发掘 他可能要观察一些很细微的事物 他才可以找到他们想要得到的答案 那我觉得透过这种方式 可以让孩子就是懂得说 在思考方面要更深入 因为未来的成年就是你到了社会上探索 就是必须要能够再更深入一点 然后也不是说像以前小时候这么的浅诚这样子 可能就是敬个茶 然后敬茶喝茶 然后可能跟父母讲一些话之类的 但这次的就觉得很好玩啦 因为还出去外面跑 就感觉很难得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那有没有觉得这个有点困难 有题目是让我们有点烧脑啦 但是过程还蛮有趣的 在网路上刚好看到一个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感觉很有趣的解谜 应该是他这个年纪会喜欢的 所以我想说我就问他说 有没有兴趣要不要去参加 其实他本来今天是要上管乐的 那我就说难得有这个活动 还是你管乐要不要请假 结果他也愿意请假 所以我们就来了 大家好 我们是国际青少年联合会 主办单位还邀请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的 国际青少年联合会志工 与里生们组队挑战合作闯关 也让里生们有机会 与各国青少年交朋友建立友谊 我们成者的时候真的很棒 有很难 但是我们感觉我们的心也是很开心 然后也有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的国家也是有 但是真的不一样 对 然后在这里我们也 我们也有看新的朋友 对 然后比如说我们不可以说成文 但是我们可以连接他们 最后只有家长亲手帮李生们扣上 平安扣编织手环 祝福李生在迈入成年这个人生新阶段 一切平安顺遂 未来面对各种挑战也能自信勇敢 活出精彩人生 信誉信誉 有请永逸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请你多做个视频 欢迎订阅 请你多做个视频 除如果来好 请我让你注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